这次我们来掌握的是林志坚 现在的这个论文风波 他在台大国发所的指导教授 也是国安局长陈明通 他在昨天有发了2000字的声明稿 强调是陈明通他自己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 相关部分修正之后呢 再交给于正皇做参考 而国民导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坚就指出说 他正式向台大还有教育部来检举陈明通 是违反学术伦理 甚至他还说 最重要的是台大国发所未来 可能要面临停招或是减招的命运 那么继续来看到的是 前立委陈复雄今天就酸陈明通说 为了要救他的这个爱图 居然呢 好这个语出惊人有三说 哪三说呢 首先第一个是原创说 他说呢 这个两篇论文有抄袭 到底谁是原创 似乎也是呼之欲出 可是呢 陈明通却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陈复雄还说 第二说是去脉落说 说其实呢 在去脉落之后 两文其实雷同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嘛 另外还有什么叫做师徒一大超说 到底有没有抄袭的嫌疑 这个陈明通是说 是他先把这个林志坚的文章 先修改了以后交给余正皇 所以就让余正皇 变成说余正皇现在是抄袭吗 他说希望呢 这个台大可以赶快呢 来做审查 可以赶快呢 来知道说到底是谁 修改谁的 或是谁抄袭谁的 甚至是陈复雄还痛批说 这样的行为跟国耻没两样 说相信之后呢 就会水落石出 他说如果水落石出之后 台大应该要余解聘 就连苏内阁应该也要余解职 这个是沈副总今天的看法 那么至于论文的事件呢 今天都是由郑运鹏来代为回答 相关的跟林志坚相关的 比如说上次初稿的问题 是不是有给余正皇啦 他的论文有被修改过 再交给余正皇啦 等等之类的 都是由郑运鹏来代为回答 那么他有说林志坚也必须参考 那么在这个付出上面做引用 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呢 他这个上次郑文燦 他就有说 其实林志坚过去在新竹的政绩 这个非口水可以抹煞 非这个泼脏水可以抹煞 他说他的民调依旧是 稳定领先5%到10% 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林志坚论文抄袭争议延烧 指导教授陈明通三度发表声明 这回竟然还说 是先收正林志坚的论文 再交给余正皇参考 林志坚也开记者会说 自己很清白 一打一唱 让学界惊呼 陈明通等于是承认了 自己也是抄袭共犯 在业党也炮轰 陈明通身为论文指导教授 却带头违反学术伦理 而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衍生严重国安问题被受关注 但此时身为国安局长的陈明通 却忙着帮自己的学生抄袭洗白 我们掌握情报的国安局长 居然是在帮学生来护航 在帮学生来隔空串供 在帮学生来圆谎 民进党政府不要为了全党就议人 全政府就议人 而让整个台湾陷入了危险的地步 栏尾炮轰国安局长 只忙着洗白抄袭争议 这岂不是就让全台百姓 深陷在国安危机之中 记者黄义俊许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那么另外是台北士林北投的 参议员参选人 国民党的林信儿被爆料说 在明川大学的论文 硕士论文用英番中的手法抄袭 政大的教授林日玄的研究论文 今天林信儿出面澄清 说在论文的第一页就有著名 说他的研究主要是使用 林日玄释出的资料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的论文总共有113页 第一页的摘要刚好在我画 黄色的部分 我已经很清楚讲出来 本研究主要使用林日玄 释放出来的资料 释出的资料 我在一开头已经很明显的 已经点出 再来有写过论文的人 都很清楚知道哪一本论文 没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请问一下哪一个不是经过自己 吸收以后 再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 这样请问有违反 有违反什么学术伦理吗 还有当时因为学校也没有要求 说我们要比对 我们要上比对系统比对 那时候我也为求谨慎 所以我也上了比对系统去比对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比对的资料 才16% 这是比对资料 16% 资料都在这边 在写论文过程中是非常辛苦 尤其我们政治人物 我们花的时间比别人多好几倍 我还要边跑行程 边回来写这本论文 你们可以一个立民者 立民者可以这样爆料 完全没有证据 就可以这样给我抹黑 我在地方这么辛苦的这段时间 我觉得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拜托这些立民者 请你不要用立民的方式 请到学校去检举 还有我会采取 为了捍卫我的清白 我会采取我的法律行动 如果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